NEO聊四季 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要來看西西里人 對上薩拉斯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哈拉伯地圖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藍方 選擇的是 薩拉斯人 剛剛點到紫色 薩拉斯人的最大特色 是他的弓兵 打建築物有外傷害 所以在封建時代的 這個破木牆的速度 是非常誇張的 所以通常一個突襲過來 村民是很難擋得住的 薩拉斯人的速度之外 還有這個駱駝血量最多的文明 所以他的血量可以到170滴血 跟180游瑕只差10滴 而且後期也可以拆刀 可以使用 這個叫什麼 薩拉斯人奴隸兵 薩拉斯人奴隸兵 算是非常counter對方歧視 像法蘭克192游瑕 或者是其他的瑪莉 騎兵文明 都會被壓著打 但是薩拉斯人的這個奴隸兵 有個問題 就是跟對方的游瑕互打 情況下還是有可能會打輸的 因為薩拉斯人的奴隸兵 他的攻擊速度 是低於一般的騎士攻速的 所以正面硬打沒有去做操作的話 奴隸兵還是容易打輸對方騎士 這一點是需要注意一點的 所以奴隸兵 在實戰中不容易出現的原因 除了他造價昂貴之外 操作方面來說 有點像是偏馬狗 需要非常大量操作 才可以玩得好的一個單位 稍微講一下薩拉斯人這個能力 他的市集非常便宜 只需要75木頭 而且薩拉斯人的貿易 這個貿易 這個交易也是成本比較低一點的 你買賣比較虧的成數 會比較少一些些 所以薩拉斯人以前有個打法 就是全部挖金礦 然後肉啊木頭啊 全部都買的 以前有這招很嫩了 但至少已經被淘汰掉了 最終買賣到後面 還是虧了 而且這算是一種大招 不太適合一直使用 長期用下來 可能還是 容易打輸對手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吸血蟻人 吸血蟻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有這個城樓 的建築物可以使用 比亮王塔的血量 還要再更多一點點 而且放的村民也很多 吸血蟻人這個城樓 造價是比較貴的 是175石頭 但是他一開始 所以送你100石頭 所以如果你要蓋兩座的話 還是要稍微挖一下石頭才可以的 那吸血蟻人呢 他的一個特色呢 是農田科技 每升一個 等級的時候呢 可以增加 農田的肉量 增加125%的肉量 所以後期的吸血蟻人 是不太需要這麼多人去挖木頭的 農田的數量維持 只需要20幾個人 至30個人就夠了 不用刀4050個人也沒問題 那我覺得吸血蟻人後期 是比較適合打騎士 跟薩金特衛隊 步兵跟騎士的路線 攻擊線也是可以喔 但是他沒有拇指環 這個需要注意一點 就跟維持人差不多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地圖 地圖的部分 這個看起來 薩金特衛隊 應該是可以很好出了 後面的黃金在後方 左邊在這裡 石頭在上方 下方是果子 目前看起來 西西人地圖還算不錯 至少有60分合格 因為黃金跟果子都在裡面 而且這邊都稍微微一下 都可以小微完成 這邊再稍微用TC連防一下 防守成本極低喔 你根本不用這樣微到底喔 浪費這麼多資源 所以西西人這邊 算是不錯的 但是幕區有兩個 只有兩個 所以是需要注意一點 這個很容易 被對方搞爆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薩拉森人 那薩拉森人地圖呢 看起來目前是 這裡收村 剛才成本沒有收到 尷尬 好 那薩拉森人地圖 黃金在後方 但是左邊這個地方 是很難守的 非常大的一個空隙 那右邊呢 也是一個超級大草原 防守成本是比西西里更多的 而且他要圍的話 也只能這樣子圍 他也不能小圍 這邊小圍的話 他勢必要 放棄這個幕區了 這個幕區太容易被鬧了 如果他要大圍的話 就要這樣子圍 圍到底 然後 這邊再圍出來一點點 這裡再圍過來 然後左邊呢 直接把這個金塊圍到這個幕區 後面這樣子 所以防守來說 薩拉森人 這邊可能會比較難受一點 可以打這個強軍士 畢竟自己的工兵 有打建築物額外傷害 破牆的話其實蠻快速的 好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 這裡還有兩隻羊駝沒有找到 西西里人 伺候也在薩拉森家裡 稍微繞一下 觀察一下對方的地形 軍營沒有按下棒棒 應該是會補一個射箭場或馬舟 西西里人決定是打馬舟 薩拉森人決定是要來打馬舟 兩邊都是馬舟開 以馬舟開的一個結果 薩拉森前期肉量是可以出三隻左右的 待會可能還是要下個射箭場 去出 小弓啊 或者是毛兵 會比較好一點 畢竟他的這個肉量或許是沒有優勢的 盡可能的 不要去打騎士路線比較好 點下來一級伐木跟一級農 好 兩隻刺頭到了薩拉森家裡 這邊二打一直接把刺頭打到殘血 這邊槍兵也是過來戳一下 左邊兩隻刺頭被槍兵逼了回去 左邊可以繼續圍 哇他這邊要圍一個超大的 這個超大可能會有防守漏洞出現 這邊想要抓殘血的村民 結果直接撞了TC 兩隻刺頭直接送掉 薩拉森這邊反應非常快 近期醫院職業選手們也在休息 比賽沒這麼多了 所以我們還是會回歸一般的2000分 左右的比賽 所以這個Label會看起來跟職業選手可能會不太一樣 但我覺得有些比賽也是有趣 我們還是可以來播報一下 薩拉森這邊想要鑽這個洞 也可以進來嗎 進來了 這隻村民可能不保 第一殺是由薩拉森這邊拿下手殺的 信信這邊村民已經落後了一村 槍兵也是持續防守 這裡還有個洞 下面有洞 到處都是洞 心動部馬上 戳死一隻刺 他拿村民去捅 這一捅 捅得非常及時 這邊在用城門圍 但是沒有圍到底 這裡有隻村民被打了一下 槍兵繼續想要追逐 但這邊控兵其實控得不錯 想要直接硬抓村民 拆底線 應該是要回頭來抓 趕快把自己圍起來 OK OK謝謝以倫這邊打得不錯 反應應非常及時 雖然只死了一村 大家還可以接受 那薩拉森人這時候已經點下城堡時代了 這個有點快喔 灑農田灑得很快 好那直接下設斜場 然後大爆挖金 14個人挖金 然後點一集絕金 待會缺著資源直接用買的 反正我的 購買成本 偏低 好這邊在圍號 直接圍死 不要讓木區被騷擾到 就沒問題 後面金框樹要圍 這邊圍的速度非常快喔 謝謝以這邊加利也是圍了 挖了一堆黃金 這邊是要出騎士嗎 出騎士也不需要這麼多 OK 開始調配了 剛剛13個人太多了 想要9個人就差不多 經濟調配還算是蠻正常 沒有太誇張 薩拉森這邊就有點過分了 14個人挖金 這個爆挖旁金 這個出3個射箭長 應該也沒問題了吧 但是出3個射箭長 大學 彈道學會比較慢 慢點出來 所以雙射箭長還算是可以喔 維持一下 弩兵的數量 第一時間弩兵就已經出來了 兩隻直接開射 把這些野人這邊 硬拉了村民回去喔 這兩隻弩兵就直接控加木頭 這就是兩片木區的困擾 要這樣跑來跑去的 家裡這些刺頭 哪時候才解掉呢 這邊決定要直接到金礦區 直接硬打 但是這邊村民非常多 烤起來應該可以拿到 一兩村的沙底樹 拿到了一村 還可以 OK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就是一對一了 村民樹不會拉開非常多 這時候補下了 奴兵的 彈道學了 彈道學的 奴兵 待會撒拉斯人 打架就很輕鬆 這裡有個洞非常大 其實如果有探好圖的話 這邊就可以直接圍到底 但我現在是上帝視角 他可能不知道 右邊這邊可不可以圍 這邊其實要圍 其實也蠻簡單的 這樣子圍下來 然後這裡再圍過來 右邊這一塊土地喔 他想幹嘛就幹嘛 想要撒農田 或者是蓋TC 都很安全 好 希希這邊騎士已經來了 來看一下騎士這一波交戰 騎士的交戰 這邊直接有個細節 拉兩隻到後方 想要斷後輸出 這邊包抄看起來還不錯 並沒有讓騎士的價值打差 反而是打出了一些傷害來 弩兵損失了三隻 騎士損失了兩隻 以騎士來說是偏虧的 但是遇到這麼多 攻變情況下 還可以打出這麼多傷害 細節操作還是有在做的 好 希希以仁這邊還要繼續打騎士嗎 要值得一講的是 希希以仁的騎士 他出了這個鎖支架 可以增加騎士的防禦力滋味 他天生有抗額外傷害的效果 這個陸地單位 不管是遇到 槍兵 戳騎士 戳他騎士的時候 這個傷害也比較低一點 還有自己出 強弩啊 被對方佔毛兵打的時候 也會比較低一些 所以希希以仁是很適合打 重裝騎士硬扛的 甚至可以直接暴打 對方的槍兵路線 只要對方不是騎兵 重裝長相兵 還可以扛得住的 好這邊直接放下生物 直接開招 臨死之前想要招一隻滿血的 但沒有辦法 只能招殘血的 但是也沒有招殘血的 哇直接死去 尷尬 好消防騎士走過來 右邊有老頭 看到了 但是直接被戳死 這個生物沒有拿到 好來看到正面這邊 這邊有少量的工兵直接被騎士追逐 騎士直接想要再斷後 OK這邊斷後打得還不錯 但這裡有個小小窄口 可以往裡面鑽 OK進到這個小窄口 就可以輕鬆的 反擊一下對方的工兵了 好這時候薩爾森把所有的生物拿回家裡直接招 看能不能招到一些數量 現在有彈道血的關係 所以薩爾森的火力其實並不差的 但是要特別擔心 騎士數量被招走太多 很容易被對方的奴兵一網打盡 好這邊再重新集結一波騎士 C7野人這時候補了3TC出來 經濟也開始要慢慢好轉 但聰明術來說 是薩爾森這邊落後 因為薩爾森只有雙TC 經濟其實沒到那麼好 但他的優勢是 已經開始在 已經開始在撿這些聖物了 好這邊轉出了一些駱駝 聖物只撿了一個 C7野這裡好像沒撿聖物 好這邊騎士再度上前 看一下 這一波的交戰 弩兵直接往後拉打 森女直接招掉兩隻騎士 少量駱駝在正面硬扛 騎士的傷害 這邊反打一波 對殺射人 算是一件好事 因為自己的弓兵數量還保持在 快將近30隻 射爆對方騎士輕鬆 一舉的事情 至少要到35隻左右吧 集火一隻的騎士 成功的 成功擊殺一隻騎士 機會比較高一點 雖然理論上 30隻集火一隻 只要射兩番 就可以射死一隻 但我個人覺得35隻左右 會比較穩定一點 比較不會那種漏網之魚 只剩下一滴血騎士出現 不然30隻的話 太理想了 不是每一次 箭矢都會射得那麼準 好 殺射這邊工兵打建築物傷害非常高 你看這個血量 哇 這個要手撕TC也沒問題喔 用弓箭射爆TC 也不是問題 就來看殺射會不會這樣做囉 好 殺射後面有點被斷囉 騎士一直在後面攔截 支援上來的工兵 這就是騎兵國打工兵國的一個 小細節 可以時常去後面斷後 由於自己的工程器製造手被射爆了 所以後面可能要再補一個 但沒有補工程器製造手 反而是補了馬舅 想要用騎士硬砍回去 好 殺射的工兵數量來到了35隻 好 碰兵直接射爆 這些村民 後方的信息騎士一直在後面虎視眈眈 看哪時候才可以把 這邊低均勻了 看來是要上前了 好 這個木槍也低調 這邊包抄來看一下血量怎麼變化了 左邊的馬舅也直接硬低 哇靠 信息騎士這邊大手筆 拆掉自己一大堆的建築物 但是這一波包抄 確實讓薩拉森人的工兵 呈現大量工兵下滑的狀況 哇 信息騎士人雖然這邊 想要用木牆去圍 但沒有圍好 還是損失掉了一些村民 但是薩拉森可能會損失掉 自己所有的工兵 看起來沒救 這坨工兵秩序拉打也沒辦法 好啦 拔子環沒有點好的關係 來不及了 為死已晚了 薩拉森人潛壓的時候就應該要 盡快點下才對喔 好 那由於打不贏騎士 偷點一些村民 點殘血的 哇 OK 那看起來 信息裡並沒有受傷太多 村民還有88村 這裡又堆疊起來了一多 奴兵的數量 魔主團這次好了 薩拉森人還可以再次向前嗎 薩拉森現在是使用大撒幣戰術 挖了一堆黃金 然後按了一堆僧侶 然後直接用招響騎士的方式 跟射爆他 連這個槍兵駱駝都不按 黃金到處挖 這個策略是有風險喔 很容易這個城堡時代打一波 地獄時代就沒錢了 你就發現你的黃金挖完了 奇怪 怎麼挖完了 到地獄時代沒有東西可以出 地獄兵喔 地獄時代兵很容易就出不出來 已經挖完了 主機已經沒了 超快速 這個薩拉森還可以挖 雖然只剩兩塊而已 這兩塊還有1000的 這邊怎麼拉了初遇來打呢 這邊想要來蓋城堡 結果直接被薩拉森 結住 這邊死亡村民非常大量 工兵直接拿村民當肉盾 撤到了後方 進入了窄口 這個 這個洞 讓很多的工兵在裡面 無情輸出 這邊村民可能要收村以下 不然這個城鎮中心會有點危險 完蛋啦 薩拉森直接被希西里騎士爆一波 我覺得薩拉森人可能是顧勵到對方騎士是希西里的 本身就有抗外傷害效果 雖然他認為可能打駱駝也不一定打得贏 畢竟人家減傷很多 到了這個 這個地獄實彈 凍裝駱駝或是菜刀 確實才比較好打一點 這個時間點出駱駝打可能還變成55開 也輸不定 工兵直接 強勢開射 數量一多起來 射騎士還是有傷害了 但依舊 還是打不太贏 這個數量太多 騎士只會被打爆 哇 這邊出來的村民直接被砍爆 沒有地方可以逃 城堡也沒蓋好 TC直接爆開了 城堡還有50%沒有蓋 這些工兵還在這些洞裡面 繼續做原地輸出 好 這裡補下一棟城堡 想要讓這個高地守好兩個TC 還有這個金礦 雖然右邊爆了 城堡也低調 已經可惜 因為他蓋了50% 只會還給他300度的石頭而已 七七蟻人這邊 其實可以不用再輸這麼多騎士了 這時候就開始純邪漏 然後轉帝王時代 然後騎士繼續左臥兩邊繞 給對手更多壓力就可以了 不太需要再跟對方這麼死命的去拚了 大概點帝王時間點就是這樣子 你城堡時代打完一波 第二波就不要再繼續硬點 一出騎士了 因為我發現 最近看到1200分跟1300分的比賽 不知道為什麼他們 其實一直按到底 沒有要升帝王的意思 那你看這個時間點 他們就很適合點帝王 這個可以特別來講一下 如果在城堡時代大戰之後 時間點 就會大概就是 你那一波打完 就可以開始存帝王時代 說明書大概是100多吋石 那這邊點完帝王時代 要不要補一下手推車 跟二級農 通常這些經濟科技 可以在點帝王時代的時候 去偷偷點一下 不然你上帝王時代 直扣 基本上也沒機會點 你要點強弩 中中騎士 三級攻三級法 人物就會忘記經濟科技了 然後資源也比較吃緊一點 那如果你在帝王時代 升級的過程中 記得去點 可以讓你幫助 你後期的經濟再更好一點 大家也知道 這個後期的 開戰 帝王時代 是非常多線在打 不是只有單線在打 撒身拉了幾隻弓兵到了前方想要拖射村民 但是前方沒有任何的村民可以打 反正是看到一堆騎士 希希也在門面的右前方建立起動城堡 左邊這邊也是想要蓋下 但是看到 弓兵一直在這邊走來走去 而且 這個奴隸兵也在出了 這個哨戰 很快就不倒掉 左邊 騎士要來防守一下 這個奴隸兵變得胖胖的很可愛 以前奴隸兵的魔爪不是長這樣子 這駱駝感覺我變胖 奴隸兵只能跑 奴隸兵被騎士追著跑 聽說你康和騎士啊菜刀 但是在希希你的面前 菜刀算什麼呢 我還有抵抗傷害的效果 直接印出重裝騎士加上鎖指甲 好像就穩了 好薩拉森這邊點下了跟蹤技術 二級仿跟品種 用時代一升好 希希里要先升重裝騎士嗎 這個支援量有點極限 因為他按兩台巨頭 所以香黃金有點吃緊 好先升重裝騎士沒錯 但是莎拉森人這時候還在城堡時代 支援完全不夠上帝王啊 畢竟自己按了這麼多的 菜刀 導致自己經濟非常窮 因為菜刀太昂貴了 按個幾支就快 沒錢了 10支菜刀等於800斤 還是850斤啊 他一直是880斤還是815斤啊 太久沒有出菜刀 忘記他的造價 這間菜刀直接砍爆左邊希希里的村民 菜刀亂飛 一擊攻補下 全部收乾 串民術現在被拉開 但是 薩拉森人 串民術領先 17 大概16撐左右 當然還不能點帝王 但是已經被攻城了 兩台巨型投石機一直在輸出 那為什麼剛剛騎士不去追駱駝 最主要是因為薩拉森就是想用這些駱駝 去阻止對方正面進攻 然後只要他的主力一離開 他就可以用一些駱駝啊 或者是努力兵 直接上來一拆這些 巨型投石機 但希希他這裡很聰明 直接還是把大軍放在了正面 那左邊這些地方 就找機會去幹 不要用自己的大軍去防守 這也是薩拉森這邊 打得還不錯的地方 雖然沒辦法上帝王 但還是很努力去 打多線 好這邊努力兵衝出來想要硬點 結果被騎士打了回去 騎士直接衝到城堡下方 努力兵直接後面拉扯 這波拉扯 看一下能打的如何 哇菜刀直接集火掉了 一直重裝騎士 但數量太多 菜刀打騎士還不錯 但是一直被拉打 損失非常多的數量了 村民也沒辦法修好這棟城堡 左邊的努力兵也是回救 但是右方的努力兵數量只剩下十幾隻 二級攻點好 看起來正面能稍微擋住第一波的重裝騎士爆 後續能再打嗎 西西里恩這邊使出最後的ALL IN 成功拿下了這棟城堡 這棟城堡拿下來 殺生人的努力兵也剩下十四隻 但繼續袖操作的話 還是有機會可以擋得住的 這個打 打清洗兵也是爆痛 好那由於正面打不太贏 所以劇情投資機要趕快往後拉了 騎士繼續做追逐的動作 左邊包抄 這裡有城堡的射程 努力兵數量越來越少 這一坨要送掉囉 你看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沒有做操作 然後操作不好很容易就送光了 明明是這麼昂貴的單位 送光卻是這麼輕鬆一舉 騎士再度往右 不想理那一坨努力兵 在裡轉出了一些長槍兵 想用戳的方式把他戳下嘛 騎士直接做個包抄 這邊大軍直接把提示給拆爆了 努力兵再突走得出來 但目前還是城堡打帝王 殺生這邊直接打出了劇局 哇這個就是西西里人 最強大的地方 直接扛你的額外傷害 不管你出槍兵 駱駝或是努力兵 這個減傷效果實在太好了 雖然他在正面打的時候 重裝騎士還是被大量努力兵給壓了回去 但同時 薩拉勝也是損失掉了非常多的核心單位 所以也沒有辦法打出後續的優勢 而且這邊經濟也是出了超多的關係 薩拉勝一直沒有辦法升到帝王時代 就算現在升帝王 後續也不一定打得贏 後面的重裝騎士 或是薩金特衛隊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一彎錯了 經濟的部分是由西西里人 這邊拿下了食物的勝利 整整贏了快一萬 超多一萬這個數字 但用黃金來說 薩拉勝這邊是爆挖黃金 黃金挖完了就直接打投降 黃金挖了一萬七 直接多了快五千 石頭蛇是贏了一千 木頭贏了兩千三左右 看起來薩拉勝人這邊經濟真的是非常不好的 光是食物贏一萬這件事情就有點誇張了 這場我覺得西西里來說 算是一個不錯的一個教學 就是 怎麼如何佈局 佈局自己的重裝部隊在哪裡 然後該什麼時候該衝刺也是蠻果斷的 那我覺得西西里人 的一個文明特性 其實蠻適合新手去玩的 因為騎士本身很坦的關係 只要你揮出騎士的話勝率就會很高了 因為就算你遇到對方的 急兵啊 重裝長槍兵 菜刀之類的都不會這麼痛 甚至你可以直接用騎士印A過去 都是有機會的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嗯